她是一个耿直的男人 习惯了直男思维 我喜欢就是论事 她老冤枉我 我觉得担忧什么东西担忧 这也没什么的 我都没在意 可她却偏偏是一位 含蓄的女人 爱上了猜心的感觉 当钢铁直男遇上猜心难题 他们的生活真实上演着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现在也发生了变化 你到底是让我打开要是穿上 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一点问题没有 我是家里的一个保护 没有人其实觉得 去考虑我的感受 理解不了 一个说猜不透 一个却看不穿 这样的他们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调解团队又能否帮助他们 找回丢失的情感 你是属于钢铁直男 他是需要的是暖男 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如果你把女人当男人 你就是在欺负女人 我让你体验一下 你现在面前有一张纸 还有一支笔 你随意画大概12个点 直男的他还能不能挽回妻子的心 经历26年风云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赵女士和魏先生 首先还是了解两位当事人 有什么诉求来到我们的节目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两位谁先来说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谢谢大家 我主要是 跟我老公结婚二十多年 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家庭的家务活什么的 我就一直觉得我老公 以前忙嘛 都能理解 但是现在 生意上也没有那么忙 他应该对我 都上点心 都关心一下 有些时候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希望他能 多包容我一点 我觉得我老公 他就是那一种 大男子主义那一种 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他意识不到 他有这个问题 对 我就觉得年纪越来越大 有些人累的时候 真的失落 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要是真的有个生病啊 头疼啊 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就感受不到他 魏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 只要是能把他心结打开了 我是一点问题没有 他刚才是非常明确地 指出了你的问题所在 他刚才说那个 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真的没必要 他那是多想了 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的模式 都是一直这样的 现在他只是没事了 闲着看那个抖音呢 看那个微信呢 什么东西 一看着那别人 就是触景盛情一样 就那种 他自己刚才也说了 以前呢 你的确也是这样 但以前因为忙 他选择了接受 现在呢 你还是这样 他就觉得缺了点什么 因为你明明可以不这样 他呢 指哪方面关心 他生病也没生多少病 我怎么没关心 哪次生病没关心呢 所以他所说的 你不够关心 缺少包容 在你看来不存在吗 我觉得 可能我有些看不出来 有些太大意 可能也是 并不是不爱他 或者说不在乎他 这个没有没有 魏先生自感冤枉 对于妻子指出的问题 他都认为不是问题 而这偏偏就成为了 他们之间的最大问题 就这样 两人之间始终笼罩着一层 互相猜不透 摸不着的迷雾 婚姻也由此陷入绝境之中 而要想驱散这层迷雾 关键之处在于 要弄清楚 赵女士的委屈究竟是什么 于是接下来 赵女士首先开了口 前两天吧 刚给他爸买了一辆 电动车 是有人的 我们就是跟他爸爸 一起在家里面去玩 他俩坐后面好一些嘛 我就开着 那个车况了 我不自太了解 出门了往左拐 等了一会儿 他说能过去吧 能过去吧 我说前面都有交警 过不去 交警都往这里走 我就拐弯了 大地上吧 有两边都有那个 墩子 墩子 我开的时候 那墩子的右边 下面就有个坑 我就往左边拐了一下 他说 你怎么往这边拐呀 一会儿了 有个检树袋 我就绕过去 就说 今天不是有检树袋 他们坐后面 那个车 有一点颠嘛 他的检子不好 他就说 你没必要就这样拐 在后来回来的时候 就在说那个灯 他开始跟我说以后 就开成那个远光了 那个小电动车 我又远光进光 分辨不太清 再有路灯 也看不出来什么 他就说 你看那个远光 人家会很烦的 他就口气有点大 我就很烦 我就急了嘛 我说你怎么管那么多呀 一路唠叨不停 不是一次的 我开汽车也是这样子 那天我们回来就生气了 到现在就不怎么说话 不理了 那么多天 就这个事 我给你打一下 在路上开车 我都没在意 他说的不能管 我说去前面 我能管吧 我就这样简单 好生好气的 后来走到那个大地 那个水泥墩子 又有检树袋 又有那个墩子 他来回过那个检树袋 绕一下检树袋 再过那个墩子 我说就没必要 就那么绕 就是你直接过那个 简树袋慢一点 过去 直接就过那个墩子 这个不说不行吗 不说也行 但是我没在意 后来回来的时候 我说把大灯打开 都晚上了 打开时候 是打开的远光灯 我就说变静光呗 我就好好的 我就是这种口气 我说变静光呗 他就又关着 我说你打开静光灯啊 急了 你到底是让我打开 要是关上了 我说你急什么急 他说我先急了 我就跟他赌咒 我说谁谁谁先急 怎么怎么样 确实他先发的火 是你先发火 还是我先发火 这个事犯得着要赌咒吗 哎呀 他老用我嘛 本来不是我发的 我们俩老是这样子 很认真的 就那一下就过不去 是吗 嗯 就打我屋里起刀啊 你是个大男人 算了呗 能不能 抱怨我一点点呢 他就是 他是男人 你是女人 他哄你两下 你不再哄 再不理 那就算了 从开车时的一路挑刺 到争吵时的寸步不让 魏先生一番操作猛如虎 让赵女士怨念丛生 怒火中烧 他感受到的 是满满的不被在乎 和不被包容的感觉 偏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切让赵女士苦不堪言 有一年 我们办新家了嘛 他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 新家里面住 他爸爸妈妈在我儿子的房间 就是一米五的床 那一天我妈妈就去了 我们就聊得很晚 别的房间都没收拾好 我就说我妈 你在那边去住的话 床也没铺也没干什么的 你要不就在这里睡了算了吧 嗯 就在我们那个主床睡了 她就不愿意了 她就觉得 我妈妈住大床了 让她爸爸妈妈住小床了 我就觉得她都不会去想 我妈妈经常不在那里住 我妈妈在那里住一次 你还给我搞得这么不开心 到后来 她跟我嫂子打电话 我嫂子说 要妈你赶紧住沙发上吧 我妈妈在沙发上住了一夜 因为那个事就大吵一架 我觉得她过于想的太多 不是我多想了 我爸跟我妈过来 就是帮我们新房子里 我说让他们睡大床 他不让 不让 结果他爸他妈叫过去 一个人睡大床 我说我这就不能理解 他两个人睡那一个小床多几 你让他睡大床不行 你让一个人睡那个大床 我记得好像没说要睡大床吧 你如果没讲过 我会因为这个 会跟你生这个情啊 像这样的事情 他一个男子看有必要吗 我就觉得 后面我妈妈在那里睡的 把我妈妈叫来 睡在沙发上睡一夜 那你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我妈妈搞得尴尬不尴尬 后来我也跟你们讲了嘛 讲什么 他已经睡下来 没必要再让他睡沙发去 我记得点就是 他们两个睡大床 你不让 让他几小床 你把你妈一个人 我这么问你 魏先生 就是以这些年 他对你爸妈的态度 你是觉得 他是一个针对你爸妈的人 是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 这么过不去 我觉得就是喜欢 就是论事嘛 我喜欢较之吧 但是过后我都忘了 他今天不提 我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那个感觉 那个不舒服的情绪 是存留下来了 他存留了 我没有存留 喜欢就事论事的魏先生 似乎天生具备一种技能 叫做及时归零 清空负能量 可是显然 敏感内向的赵女士 却做不到这一点 于是魏先生 越是就事论事 赵女士的情绪 就积攒得越多 也因此 他越来越希望 丈夫能够注意 并体谅他这一点 给予他想要的关心 可事实却是 他期待的越多 失望也就越多 我对他不满的就是 不够关心 今年正月 他妈妈不是去世了吗 我们到那边去 走了将近两百公里吧 我也知道很急 该上服务区的就没去 就憋着 我就憋着 我这个旁边都疼 我都跟他说 他说疼就疼嘛 还说是憋的 卫先生 怎么了 他刚才提到我妈 我想起来 我妈去世了 腰疼 他只当时他都没讲 他只不过前几天 他才讲 他说我是现在腰疼 他可能是比时间长了吧 我说这怎么跟憋时间长 有关系 他就说那次 那次憋的 我说那次明明 怎么 我还中间问他 我说有服务区 怎么要不要上服务区 他不去 刚才妈妈去世了 六点多钟去世了 没敢跟他讲他开车吗 我知道 他不知道 你会在意很多这些 这个小细节 我都是很关心他 他完全 比如说他要 开车的时候要喝水了 我都会主动跟他把水杯 把盖子拧开 所以魏先生 他刚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再给你一次机会 在那个时候 他告诉你说他腰疼了 你觉得你可以说什么 我会安慰 他会 你看看医生 应该没那么严重 好多时候 我说他都不会相信 他都觉得我 小题大做 喜欢夸张 在无数个自己需要关怀的瞬间 丈夫不是在理论 就是在忽略 赵女士一次次的满怀希望 却一次次的失望落空 在这26年的婚姻里 她的一颗心早已千疮百孔 而更令她绝望的是 丈夫这边看不到她的需求 另一边却对其他的人 通通有求必应 她前几年吧 生意好一点 反正谁开口都借 连着借了三四十万 家里吧 亲戚朋友有时生病了 或者是家里盖房子啊 还都会借 现在哥哥赌博 欠别人高利贷 一个街坊吧 平常也不怎么来往 在家里 到时候都借便了 借不到 跟她一借五万 就在你看来 是有些没有原则性 是吗 我也觉得是 那不是谁开口都借 那个是不是五万 她喜欢办法数字 有时候喜欢扩大 是三万块钱 二万和五万 我说那个是三万 你哥哥那是五万 是啊 那个三万是怎么钱 我们在云南正在那旅游 她在家里发展得也挺好嘛 她说是用个钱周转一下 多长时间就转过来了 我说那可以 借给她以后 那个人就生意 后来才知道她垮了 借给其他人都是亲戚们 都是我们只许清楚那样 这个一万两万 你在这个方面的原则是什么 那别人有困难 那需要咱们 咱们有这个 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不借给人家 因为这样的事情 如果多的话 肯定她心里会不舒服的 亲戚是有限的 就那么多亲戚 基本上都借便了 如果都借便了 那就更说明 这个事在你们家并不少见 现在没有了 以前就那几年 当时她也默认了 其实她没表达不舒服 怎么 她没表达出来 你也就不舒服 但是有时候一生气 就马上把那一些 陈建旧账都翻出来了 因为我们家里 我觉得经常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反正有时间 我生气起来 就是把之前她对我都不好 就想起来 也不是说都得说一遍 可能也引起她的注意吧 我们家有五口人 在我孩子 在我家里 整个家里我都准备好 把家里的卫生收拾好 什么都是我 我现在 我主要是在家里 就觉得 我是家里的一个保姆 没有人就是觉得 去考虑我的感受 我一直认为就是 我没有上班 没有工作 我这个活就是我的 我应该做 她没有说 妈妈辛苦了 带着孩子们 我们做一次饭吧 我也是就是需要 这一点体谅 我别的我不需要 我哪怕就是说 我干几天活累了 你能给我倒一杯水 这一点我不知道 魏先生能理解吗 不理解 每次一吵架就哭 哭得比这还厉害 她哭了你会怎么办 哭得开始是哄哄 慢慢就不哄了 一点小事就爆发了 爆发了以后 闹了几次 让我出去 还搞说离婚 把我 否得什么都不是一样 我都感觉很委屈 就我感觉 她说的委屈我了 就是冤枉我了 我有时候跟她辩解 她辩解她 情况很凶 她一凶 我这个性格 也控制不住 我比她感觉 就感觉 事都委屈更大 还凶些 这就是她所讲的 你就不够包容了 对对对 不是说包容 我喜欢就事论事 为什么叫包容呢 我这件事 为什么不叫辩论呢 对不对 对 我喜欢辩论吧 我这个脾气 以前都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以前吧 就是经常也忙 她也没讲什么 年轻的时候 她也忙 我也忙 我也就能包容 但现在就是说 她一天到晚 就是每天 她基本上 没什么事了 都在家里 可能我的心态 也发生了变化吧 我就觉得 看周围的朋友吧 别人都是 有老公很疼爱 很关心 我就会很羡慕别人 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觉得担忧什么东西 担忧 担忧是咱俩以后过不好 还是 还是怎么个情况 我以后会略带你 还是怎么 理解不了 对于妻子的焦虑和担忧 魏先生非但理解不了 反而认为 妻子在小题大做 她这种粗心和大意 显然是赵女士 所无法接受的 于是前不久 作为多年操制家务的主妇 赵女士叛逆了 她选择了逃离 她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想出去 她在躲避 不是在解决问题 我就跟她讲 我说要不 我经常看这个调解节目 挺不错的 我让他们 把咱们问题分析一下 到底我哪里需要改 我就改 但你哪里需要改 你也要改 直到妻子有了离家的念头 魏先生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赶忙联系了 金牌调解栏目组 希望调解团队 能够帮助他挽回妻子的心 那么调解团队 会给他提出 怎样的建议呢 观察员刘峰 首先拿起了话筒 你们俩呢 是性格确实是相差 特别大 你是属于钢铁直男 他是需要的是暖男 他追求的最大是安全感 他很累的时候 不是需要你说 老婆你辛苦了 他更需要的是 老婆来把扫把给我 这句话就解决问题 因为他要的是行动 而不是嘴上功夫 其实你不需要付出太多 就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可是你不懂他要什么 当他开着你家的电动车 你就给他技术上找查 比如说这个问题 要打近光灯 不能打远光灯 不要拐那么大的弯过去等等 当时你觉得 车在他手上 会出重大的交通事故吗 不会啊 好 那为什么要说呢 我只是提醒他 好 你这里轻飘飘地提醒 到了他那里是赤裸裸的伤害 他都接受不了了 在他看来 这叫不信任 这个就会让他非常的抓狂啊 你们要学会说话 而不是去找查 哪怕就是我对对方 某一点不满意 我要找一个巧妙的方式来表达 比如说 女方当你开车的时候 她讲你那么多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急着发火呢 你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嘛 此时此刻你就认认真真的旅行好你 司机的职责 把车开到目的地 回头来 下了车 跟老公说 老公刚才 我很不舒服 我被你说的很难受 原因是123 我希望下次如果要我开车 你以后坐在副驾驶室的时候 就只能表扬我 除非是有碍交通安全的时候 没有涉及到这么危险的事 仅仅是技术上的小瑕疵 为什么不能把车停下来之后 再来跟他交流沟通 所以你们老是就顶牛 在最关键的时候 在对方最痛苦的时候 捅对方一刀 特别不舒服 彼此给对方添堵 这就让你们两个相爱的人 获得很不舒服 以前可能魏先生 你的重心在事业上 是在外面打拼的 那么你会把你的后辈 完全毫无保留地 交给你妻子 赵女士也是非常值得 信任的一个人 她在家里操持家务 给你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其实魏先生是很满意 妻子的对不对 你整个家交给她 你是很信任的 那么当你转过来 你从社会的 这个非常忙碌的状态 退了一部分到家庭来了 你有没有把过去几十年 你遗漏的 被你忽略掉的 那些肯定和赞美 用在她身上呢 她等了几十年内 她没有等到 你对她的肯定 反而在一些小事情上 你计较了 我确实做得不到 但是她那个性格也是 她为什么会这么暴躁 是因为她的渴望落空了 她以前为什么能够忍耐呢 那么多年 你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她都没有给你起什么大乱子 反而现在老了 开始来跟你作妖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以前 她会自我安慰 自我建设 觉得我老公在外面很辛苦 我不给她找事 现在她觉得 哎呀你都回家了 在家里有时间了 你为什么看不到我呢 她是想让我在家里 多干点活 不是的 她就是想让你 多宠着她 你帮她分担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宠爱她 干活 我不认为赵女士 是个懒惰的人 她干了这么多年活 她懒是不懒的 就是啊 你看不懂的那些事情 那些行为 那些脾气 都只不过是赵女士 在跟老公说 老公你看到我呀 你夸夸我呀 你宠宠我呀 她就是在跟你撒娇 我想说的是 你之前是背对着她 现在你有空转过来了 那么你能不能 多夸夸她 把几十年 你漏了的东西 补给她 那我又想跟赵女士说 你倒可以 把背转过去一些 你以前 你所有的经历 都在家庭上 现在有一个男人 他有空在家里照顾了 你可不可以 有自己的世界呢 多出去玩一玩呢 不管是谁 都没有必要背对着谁 也没有必要 完全面向一个人 狠狠地抱在一起 那样也会窒息的 你们两个人 要研究的是 如何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一起去承担 家里的那些 琐琐碎械的事情 再有精力 一起去探索 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 你们的人生 有一个新的篇章 在那儿等着 不要自寻烦恼 我对先生说一句吧 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如果你把女人当男人 你就是在欺负女人 而你跟你的老婆 较真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欺负她 所以她会那么伤心 首先你说到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你的老婆 她憋尿 腰痛的时候 你说了一句话 还没那么严重 就是你很多时候 你忽略她的感受 那你对自己的感受 忽略了吗 没有 当她腰痛的时候 说她腰痛的时候 你想起了你的妈妈 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先生 每个人都是有自恋的 但是我觉得 你过度的自恋 不那么在乎她 你看 你很怕被她指责 很怕被挑刺 实际上你是很自恋的 比如说 你经常感觉到 你委屈的时候 你要去变 这个变的理由就是 不要什么都怪我 然后去就事论事 但是当你去就事论事的时候 其实有的事情 可能确实是你老婆错了 但是你没有听到 你老婆当时提到的声音 她就希望你能多关心一下她 能够让一下她 她做了这么多 你看到了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就那个事 去论那个事呢 她是一个女人 她不是一个男人 为什么你还是像男人一样 去对待她呢 你看刚刚 你的妻子在哭的时候 你还是在那 没完没了地说 这种没完没了 就是对她的一种伤害 所以我想说 当你们有矛盾冲突的时候 能不能少说两句 把她真正地当作 一个女人去看 今天这场案例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共同的感觉 为什么两个人就放着 这么好的日子 过不下去 尤其是在真正的 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那就过不去 魏先生呢 就会说 你其实就是论事 这本来是男人的一个优点 你怎么神奇般地 把你这个男人的优点 变成缺点 我让你体验一下 调解员李金平 让夫妻俩做一个游戏互动 他首先请工作人员 给魏先生递上了一张纸 和一支笔 紧接着 他发布了第一个指令 你现在面前有一张纸 还有一支笔 你随意画大概12个点 好 你把纸和笔 递给赵女士 赵女士 你用一条线 把这12点给连起来 你放桌子上吧 魏先生有什么感受 你随意点的12个点 被他连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 你有什么感受 我画的是一个人头一样 点了一个人头 但是在他一连的时候 就成了这种形状 是 搞不清楚 魏先生不明所以 李金平也没有让他继续迷茫 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 点破了这个游戏中的玄机 这个点代表的是什么 是你就是论事的事 你在你的婚姻当中 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左一件右一件 而你说我就就是论事啊 我就在我的生活当中 就这么点一下子 有什么要紧的 我就点一下子 点一下子 这就是你论完的事 可是在他这 他就拿出来反反复复地说 而且还能窜起来说 你看他咋窜起来的 他就这么窜起来的 懂了吧 这就是你就是论事的后果 你再点点他再穿线 你论的越多 他这条线连起来 这形状越复杂 就不到绕到哪儿去了 而这个绕起来的线 就把你们两个就给困住了 身困其中 所以不能在家里 随便就事论事 你说完了 你就在生活的这张纸上 点下了一个点 你在那忙着点点 他就在那忙着穿线 你想想你点画多了 你婚姻的这张白纸成了什么 一团乱麻的 照理事 人家明明点的点都是圆 而你可以把它点成一个 更为曲折的形状 它的确是在就事论事 而你在它就事论事的基础之上 衍生出那么多的情绪和感受 就会让你产生伤害体验 你画的这个曲线是你自己练起来的 以后这件事情你要弱化的 因为我们一起要过好几十年了 那事多了呀 哎呀你要说起来 那不是什么今天你对我眼神不好了 后天你没有给我倒那杯水了 大后天然后你睡觉的时候没有抱着我了 那这事多了呀 你要都按点点到婚姻的这张白纸上 那你这张白纸不是就成黑色了吗 那你心中那不暗无天日了吗 确实我应该不要想那么多啊 所以你要少连线 你还有个问题就是 你是一个体贴 细致 勤劳 节俭 感恩这样的一个女人 说起来都是优点 但不能你身上的优点 以你为敬 造出来你老公的缺点 你比如说你说他开车的时候 你会给他递上一瓶水 还会把那个盖子给他给拧开给他 你看你就是想表达说 你看我怎么对你我多体贴 那你咋对我的呢 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 不只是夫妻之间 就朋友和朋友 闺蜜和闺蜜之间 都很怕这种事 那谁让你那么细致了 你可你对我不细致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不能对我细致之后 然后你挑我对你不够细致 这不行 所以你以后要多问问自己 说我给他倒了这杯水 我拧开这个杯盖 是不是我心甘情愿的 是咱就做 不是咱就不做 至于他怎么回报我 我都没关系 别觉得自己是被谁强迫了的 如果说觉得这个家 是自己这辈子的感官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是我这辈子的依靠 那我为他做啥 我都心甘情愿 那咱就多做点 至于对方会怎么对自己 那看情 看分 看缘分吧 如果彼此都是心甘情愿的 那就会对对方少很多抱怨和不满 说也多了 说也说了 助理不讨好 确实 那我们进入密室看看 今后有没有更好的方向 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调解员李金平通过一个简单的游戏 生动地揭示了夫妻俩 在婚姻中各自存在的问题 魏先生性格耿直 爱就事论事 赵女士个性敏感 爱胡思乱想 这些特质让他们的婚姻矛盾重重 好在夫妻俩都是真诚对待生活的人 经过李金平的点拨 他们都受益匪浅 于是接下来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那么在密室里 这对夫妻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对她的今后你有什么期待吗 我期待她就是 第一 第一 以后就是多关爱我一点 到我身边的时候 能去虚伤温暖 我给你想个办法 你比如说你感冒了 你很渴望装服端杯水 以前你可能会这样 我就躺在这 看你怎么做 那你就是让她拆了 因为她看她躺在那 她怕打到你休息了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为了减少 你的心里都不愉快嘛 对吧 我要什么直说嘛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从小缺癌 因为我三岁 我的父亲就去世了 就是希望在脑部身上早一点 但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表达的方式 以后就做个拐王 好吧 廖锡玉教育赵女士 一定要学会有事说事 万万不可藏心思 让丈夫去猜自己的所思所想 唯有如此 耿直的丈夫才有可能 给予赵女士想要的温情 对于这一点 赵女士是全盘接受的态度 那么在密室的另一边 魏先生又能否转变他的直男思维呢 还是有点委屈 我不是较真 也不是怎么样 一解释清楚 马上他那脾气 劲儿又一更大 我就接受不了 你肯定不能按以前的 只有忍的 不不不不 你忍的我心里也不说过 你不是忍 生活中的对错 你把它看得太重 咱先不说他错了 还是你错了 咱去说碰到事情 两个人怼上了以后 我先想一想 那想完了以后呢 开始我都慢慢忍 忍得多了 我就是 不不不不 这不是忍 我的意思不是忍 事后我们还得 跟他搞清楚这个事 你搞不清楚 我发现了 你不太愿意 接受别人对你提出的 改正 整改的意见 你更愿意呢 还站在原来的思路 假如我能够压制住我老婆 我就舒服了 你是这种思维 我也不是那种舒服了 魏先生一如既往地发挥了自己 就事论事的风格 给密室调解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对此 刘峰加大了调解力度 他选择换一种方式 与魏先生继续沟通 我给你分享个东西 完美的男人 一半是男人 一半是女人 懒得这个事情吧 我太太也曾经说过这话 那后来就是 我一到了家 把包一放 就开始弄饭 我啥也不说 然后她回来了 哇 好香的饭 老婆你真棒 用完事了吗 实际上你是能干的 能干的 他那样一讲 我都没必要干 你是我见过的 上千场筋牌调解里面 最刚的男人 最轴的 最轴 对 最轴 特别轴 我也承认 你这个还得改一改 魏先生一笑释怀 他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所在 于是接下来 两位观察员决定 交换位置 继续调解 好女人是腾出来的 好男人是夸出来的 他懂了 他要是有那种心理 我们家真的开开心心 是 从你做起 你不要说他 你看 你现在专门盯住他 你一定要盯住自己 如果他好的话 我们开开心 不是的 我就像你说的 也是完全 以前都定了他多 对 对 对 肯定牙齿 肯定比舌头更硬 但是活得长 活得久的是舌头 牙齿掉了 舌头还在 所以我们就学会方法 就是如何有流润度 但是呢 你很多时候 你把自己变成了牙齿 你硬碰硬 刚刚刚刚刚 刚不就 刚得大家都遍体鳞伤吗 我碰也碰不过他 你肯定碰不过他的 我又不希望你太计较 自己也很累 对啊 一边是连连点头 态度积极的赵女士 一边是双手环抱 呈抵御姿态的魏先生 两边密室中 夫妻俩的表现大不相同 这样的他们 能达成一致意见吗 密室结束后 夫妻俩又会给彼此 一番怎样的交代呢 调解马上回来 密室结束回到场上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各自的想法 有什么想要跟对方表达的话 借这个机会说一下 来到静脉调解 对我这个感触很深 自己以前没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 完全都是站在我的角度考虑 我以后尽量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 多理解他以后 多替他干点活 尽量不去纠缠那么清楚了 我们其实是挺相爱的 平时不吵架的时候 我们两个关系都挺好的 有时候一个点两个点 这个就爆发了 有时候 我还是要感谢大家 经过大家的调解 现在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确实我各方面的态度 说话方面 语气方面 对老公还是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确实伤害到你了 对不起啊 希望以后我们两个 多多包容 多多理解 多替对方想一下 希望我们以后 能过得更幸福 谢谢大家 很好的未来呢 放心吧 节目最后送上 由豪氏提供的礼包两份 希望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甜蜜的滋味都能够更多 对一个男人 大方向上过了七分 小事上三分 你就不要求那么全了 好不好 对啊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看这话就对了 你懂事的样子很好看 对 我说你笑起来很高看的 你没必要生气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人们常说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因为说清了理 丢失了情 说不清理 更是会把家庭 带入情绪的迷宫里 身处其中 神受伤害 今天的魏先生 终于意识到 自己较真的性格 在漫长的岁月里 给妻子带来了 很大的伤害 而赵女士也终于明白 想要关爱 一定不是等待 而是主动争取 指望别人来猜自己的心 那结果一定会是失望的 希望回去后的他们 都能够汲取教训 找到正确的沟通方法 共同打造幸福 而甜蜜的婚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